日前南潭營壓噴爪因為被雷公卡到地殊封村 在收穫後集中要在20號開始演出 由美的水母也被出版業者 收入各種所有學校在一起中 除了學校在的金家生東之外 也是領利的夏季觀光行銷 南潭營壓噴爪是開始 暗時非常重要的景點 演出到現在已經有出檔的時間 當時也是目前國內最大型的 營壓噴爪演出色的 特別是浮沫山 慶重的教文作品 竟是被選為國中所學的教材 南潭音樂噴泉在前些日子 受到了密集落雷的影響 造成一些設備損壞 我們經過緊急的搶修 即將要在這個禮拜五 10月20號的晚上7點半恢復 跟大家見面 我們音樂噴泉 也成為了這個 110二十學年度 下半學期數學科的教材 因為這個音樂噴泉 它有著優美的拋物線 它也獲到這個出版社的青睞 成為數學科的教材 那我手上呢 就是這個出版社 它未來要提供給各位 國內在研究數學的學子們 他們要研讀這個內容 這就是我們噴泉的照片 我覺得市府這次也非常高興 我們在觀光上面努力建設的成果 也被出版社看到 那經過這樣子的一頁的結合 可以讓學生去除了學習數學之外 也能夠了解到嘉義市更多知名的景點 那欣賞大家的嘉義市觀光 出版藥宅 南依製教 電話修方時表示 南依音樂噴泉 是全國非常地名的 野間經典 在水母的作品 剛好到台中 日式和蘇亞的 普普山一樣 除了讓學生 學習數學以外 也能夠拿回到台灣的美麗 因為12年國教的精神 主要談素養 那素養我們是希望說 找到更多在台灣各地 有具備數學元素的建築啊 或者是事物 來讓數學的素養可以實踐在生活當中 那我們的編者 他在這個新聞上 有看到嘉義市這個景點 那剛好就跟這一次 我們在這個章節要談二次談數圖形 也就是俗稱拋物線 要找跟學生生活經驗相結合的 就看到這個新聞 然後他兩個元素可以結合 我認為說 把它結合到教育書上面 是非常棒的一個題材 所以我們就這個找了 這個新聞找了這個圖片 然後把它寫到教育書裡面 我們談音樂噴出的 演出時間在夏天時間的 晚上7點半 8點半 以及9點半 當然時間在晚上6點半時 也會加碼一張 每一張的演出有10分鐘 演出之後 也會可以去附近嘉義的景點 四處走走 世心新聞嘉義市 在一條 柴鳳報道 中文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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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名字幕提供 很明顯 指摘